華龍勞資和解 1.95億 欠薪會賠 華龍工會歷經96天抗爭 勞資雙方昨晚8點 終於簽署支付協議書 講一下 同意的版本是什麼呢 我想這個戲劇就不必在提了 這個協議是有 協議書 苗栗縣長劉正宏 這幾天也積極介入 協調華龍罷工爭議 如果趕快把這件案件 這件案件人物談判的 來做目前的行為 公會提出的1.95億元 退休金 資遣費 和福利金及積欠薪資 支付方案 資方同意在13號前 先付8000萬現金 其餘的將分兩期 由成竹華龍廠聚生產的 訪案公司 開立公司本票支付 兩張都是訪案的 都是這樣講 是吧 公會成員擔心資方跳票 兩度退出會議是討論 歷經5小時談判 昨晚總算在 縣長劉正宏和律師等人見證下 簽訂協議書 公會幹部葉子慶強調 結果雖不滿意 但可接受 公會也同意投期款一路賬 罷工就會落幕 東新聞 苗栗報導 收視會 радость 小平isé以來自我 判斷 해주